我演一個印刷廠的老闆 就是一個台灣一種傳統的印刷廠的老闆 那就是跟不同的角色都有一些不同的感情 對吧導演 是 最主要就是 B哥跟隨堂之間會有一些感情 B哥本身也是有太太 那太太就李烈這樣子 還有小孩 這樣 各自都會有感情 隨堂也是準備要結婚的 都有感情 講得好像我是小三喔 都有感情 會有跟B哥怎樣的對手戲 我們 我們因為會有一些 感情的交流 所以 可以講嗎 一點點 好 但是我們的情愫是淡淡的啦 所以我們的一些互動都是 比較處在曖昧的狀況 嗯 那時候咱們是演書店的老闆 對 我是書店的老闆娘 好像劇中的 戲中的這個妝也是像現在這樣 對 就是這樣子的妝 然後 爆炸頭 那個很野的老闆娘 對 很野 對很野 我在裡面的個性就是一個很不受控 然後 會 跟B哥沒大沒小 跟自己媽媽沒大沒小的一個角色 那兩個首次合作對彼此的印象怎麼樣 我第一次看到B哥的時候超不敢置信 就是他站在我眼前 因為就 不曉得耶 就真的很像電影裡面 就是一個很帥的男主角這樣走出來 走到我眼前的感覺 然後馬上跟B哥拍了一張照 然後傳給我 爸爸媽媽 讓他們羨慕一下 他對我來說就是 比較遙遠的人物 就是以前看電影啊 然後你就會覺得 他是那種巨星啦 巨星級的 但是 當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時候 他超隨和 那個時候一顆心就放下來了 就是他比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 完全一點距離感都沒有 很好很好的相處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 要不然 你怎麼演戲了 對不對 想太多 很難演戲了 其實這個 這個是 是很好玩的 因為最近 最近拍戲 通常我們都是用 用DV啊 用錄影的來拍 那這個戲呢 我們是用Film來拍的 是那個 那個是一個很難得的 一定是很製作很認真 要不然是很大很大的製作 才可以 用這個 Film啊 所以我們這個製作 是很大的 大概什麼時候會上 明年吧 明年啦 我想要在 暑假前後這樣子 對 那拍的話 我們現在大概 拍二十天了 應該明年初會殺青 明年初會殺青 他就是怎麼會選 第一個跟小條來當 那女主角 就夢 很像在做夢 就夢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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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以前夢幻的東西 都加在一起 因為這片子 本來就是一個 講不同年齡層的夢 B哥這樣有B哥的夢 我是比較年輕一點的 對對對 該表17歲的 哈哈哈哈 比較夢17 對啊 那個熟女有熟女的夢 這樣子 人妻也有人妻的夢 對啊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夢 那兩個人在劇中 會不會有一些 比較激情的事 哈哈哈哈 沒有 可惜 哈哈哈哈 沒有 那也是夢 有沒有考慮自己家戲呢 啊 自己家戲 我沒有 大概 劇情裡面 老演有嗎 有加一點點 也是淡淡 偷偷加 沒被發現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